詞曲 李宗盛 達噴飯 我們上次讀到那個 如果算上次的話 就是讀到那個什麼 101頁對不對 101頁這邊啊 就是講到那個三次性相 那這三知識性相 到最後我們就講到 法無我 就是我們講的四相 如果這個四相 你通達了 你就得到 法無我制 因為連續上一章 跟這一章 三知識性相這一章 我們再來整理一下 要再複習一下 前面一章 就是那個什麼 我們說五種種姓 這個五種種姓 大家要知道 這不是說要把他鎖鏈 一定要把他通達 聲文種姓 因為這是 都是我們 怎麼樣 我們那個 升法的 那個 一個 一個路程 我們那個 回復 那個什麼 那個複習一下 那個前 前兩章 就是五種種姓 這五種種姓裡面 就是 聲文聖種姓 然後 元絕聖種姓 這個 如來種姓 這塊是五種姓 五種種姓 這個不定種姓 這五種 那 這個都是我們必定 我們 我們那個什麼 修行 隨否必經的一個 一個 一個 途徑 所以我們要知道 就是說 甚至說 你可以把自己 怎麼樣 反觀製造一下 你現在是屬於 哪一種的種姓 聲文的種姓 就是說 你在這一個 在這種境界的那種種姓 是屬於什麼樣的 我們要所學習的是 什麼樣的法 那當然這個 在這邊就是 大家很熟啦 就是四聖帝啊 那四聖帝之前 還比如說 37道品 這個元絕聖 元絕聖種姓 就是 開始在學習那個 緣起 這個緣起 開始在學習這個緣起 所以 慢慢啊 就是從這個緣起 了解到就是說 你 我們這個 這一張 這一部經裡面 最開始講的 開始講就是說 那個 八四啊 那個 那個是 那個 三項的A項 講到那邊去 那邊就是 那個 那個 那個地方就是在講 緣起 只是就是說 從那個地方開始一個起始啊 那個一個起點 那一個起點啊 所 所衍生出來的這個萬法 我們要怎麼去學習它 這個就是那個 元絕聖的那個 種姓 那如來 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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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來聖的種姓啊 就是 菩薩以上 那菩薩以上 大家 就是基本上就是 你要 要回到 就說 一切諸法 沒有自信 那一切諸法 由心所獻 這是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大綱要 你如果 你如果 在這一個 在這一個境界的種姓 就是要 以那個 一個法去 去學修 所以 在這個如來聖的種姓就是菩薩以上 那菩薩所應該學的就是 我們說 六度波羅蜜啊 還有什麼 四五量心啊 四色法啊 四五味啊 這些東西 那五種 五種姓是什麼呢 五種姓啊 大家記得嗎 五種姓齁 五種姓就是 分成兩種啊 一個 這五種姓就是一產體 這個一產體 這一產體 比較 講得世俗一點 就是 就是 用 畢視的 那個 心境啊 就沒有智慧的 那個 眾生的角度來看待 就是說 這一產體啊 就是不會成就 就沒有成就 知道嗎 其實這一產體啊 它分成兩種啊 一種就是什麼 大悲一產體 一個是 斷鏡善跟一產體 這兩個 這個 這個 五種姓齁 五種種姓就是 就是沒有種姓的齁 就是 就是一產體 那這是一產體的重生呢 這兩種 一個是 大悲一產體啊 這大悲一產體就是 你 你 你一個菩薩齁 你一個菩薩就是 發起那個 那個什麼 大怨 發起大怨 就是說 眾生啊 眾生不成就啊 我就不成佛 這個就是大悲一產體 這就是一個菩薩的一產體 那另外一種 另外一個一產體 就是斷鏡善根一產體啊 那個斷鏡善根一產體啊 就是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毀謗佛啊 毀謗法 的這一類眾生啊 他一定會落入到那個什麼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什麼 阿比地裏裡面去啊 啊 落入阿比地裏 你就 勇然超生啊 對不對 但是 佛還是慈悲啊 這對這一類的眾生啊 他仍然啊 會怎麼樣 會給他有機會 會給他有機會 回到那個什麼 那個 怎麼講 增長他的善根 學習正法 所以他 最終 一樣啊 可以成就佛果 這個就是 像這種 這種眾生啊 就是 五種性 就是五種性 所以這個五種性的眾生 分成兩類 一個是 大悲一產體 另外一個就是 斷鏡善根一產體 這個大家要知道 另外一個就是 就是不定種性 不定種性 這不定種性啊 就是 就是 這類的眾生啊 這類的眾生就是 他隨順啊 他說隨順善法 他沒有去 去去去 比如說 我去歸 某一位大師啊 歸某一個法門啊 他隨順一些善法 他就 他一樣可以修行成就 那個就是 不定種性 所以 這個五種種性啊 大概就是分成 五 五大類的眾生啊 啊 這個都是我們 尤其這個啊 第一 聲聞 援絕 如來勝 這個都是我們 我們 我們必經的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路程 這個 五種種性大家要知道 另外一個啊 另外一個啊 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 就是 上面 上次 上一節課 我們所 學習的這個 三自性像 這個三自性像 這個三個自性像 裡面 這個時候我們講說 那個什麼 這個 諸佛的秘密 秘密法 就是 諸佛的秘密法 就是 這個三自性像 這三自性像 這個 比如說忘記自性啊 就是一種虛妄分別嘛 就是 我們那個圖騰有沒有 就是 就是那個 那個 就是會 你那個什麼 你那個 欸 那個如來勝啊 你那個如來勝啊 不斷的會生起一些 我們講說 疑似重生來講 就是生起一些煩惱啊 那你如果一個聖者來講啊 他就是 生起這種 菩提 這個忘記自性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一種虛妄分別 就是有虛妄分別的 那樣的一種自性像 那麼這個 虛妄分別裡面啊 大概分成兩大類啦 對什麼 對什麼會有虛妄分別 第一個就是對 對這個 明相的分別 然後再過來就是 對四相的分別 那明相分別大家都知道 明相啊 對 反正我們這個世間裡面啊 任何一種 一種 一種 物件 他都有一個明 我們 我們眾生都會給他一個明 明相嘛 齁 比如說筆啊 時鐘啊 這個黑板啊 這都會給他一個明相 那個就是 這個 你賦予他一個明相 比如說我們每一個人都有 我們每一個人的名字啊 對不對 我們那個名字啊 也是一種 也是一種虛妄分別哦 知道嗎 你你你你站在那個 那個什麼 站在那個 那個什麼 正如本性的角度 名字也是一種 一種 虛妄分別哦 這後 後頭還會在 佛還會在講 所以這是一種 明相的一種 執著 明相執著 所以 所以我們上次也講過 你說這個世間啊 很多 很多說你要去改名字啊 你才會長命百歲啊 改名字你這個 才會賺到錢啊 改名字你才會 那個什麼 所作無愛啊 那個那是一種執著 那是一種虛妄分別 所以改名字有沒有用 沒有用啊 這是明相的分別 這個世相啊 那個世相的那種執著啊 那個那個世齁 那個世齁 大家 那個世是一種翻譯過來 就是世齁 但是你對世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世的那種定義啊 那個世就是一切諸法 知道嗎 世就是一切諸法 記得嗎 我們上次有 好像有講到我說 六祖說 怎麼講 就無相 什麼 六祖講說這個殘門啊 就是 也可以講說佛法 佛法是 以什麼 以無念為終啊 有不 無念啊 六祖講說 無什麼 無何事 無何事 對 啊 念什麼 念何物 不 念何事 無何物 對 無念啊 有不 六祖講說 大家當地 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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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念為終啊 無是無什麼 無何物啊 什麼東西沒有 什麼東西沒有 啊念呢 念什麼東西 念什麼事 那就是事 事嘛 所以這是一切諸法 好不好 所以這就是一種 那種 兩種執著 一個明相的執著 一個就是四相執著 這個就是一種 虛妄分別的一個自性相 齁 那個緣起的這個 緣起自性相啊 緣起啊 怎麼怎麼看待它 這個緣起 緣起的自性相喔 就是 我們講說那種 這個 這個是一種分 這是一種那個什麼 那個那個什麼 執著嘛 這個虛妄執著 那個緣起啊 就是回到那個什麼 回到我們這個圖啊 那個緣起齁 你那個A相 一開始流線啊 A相開始流線那個剎那 那個什麼 6就開始啟動啊 6分別嘛 7就開始造作啊 瞭解到這個道理 那個就是緣起的自性相 好 緣起是這樣 那個那個自性啊 我們為什麼講說那個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自性喔 這個自性啊 你看喔 他就是我們講說 你這個自性就有一種 有一種什麼 有一種這個主動的 主動 主動升起的那個 那個那個作用啊 就是有一種升起的那個作用 那個就是那個 有升起的那個 那個功用 我們現在就是自性啊 好 我們叫自性 好 所以你看喔 我們先暫時 到這個地方 先那個什麼定格一下 這個 希望分別的自性相 這希望分別 你希望分別 大家都知道嗎 他就不斷的那個 希望分別出去 他就是有那個 那個希望分別呢 他就是有這個 一再升起的那種 功用 好 那個就是一種 忘記的自性相 那那個緣起咧 緣起自性 緣起的那個自性相是什麼 緣起自性相啊 這個 忘記自性相就是這些東西嘛 就是一切主法 那緣起的自性相 就是講到裡面這邊來啦 講到我們那個 那個什麼 講到這邊夜相有沒有 好 裡面這邊夜相開始流線 開始流線 那個 開始就一樣 你的夜相啊 一樣是不斷的在流線啊 那個就是他的 那個什麼 有緣起的那個自性 那個那個 升起的那個功能 好 那個就是緣起自性 一切諸法 在這部經裡面 因為這是翻譯嘛 所以他就講 緣起的一切諸法 因緣所起 但是 我們一再強調說 你不要用這個因緣 不要帶 把我們的那個念頭啊 帶起這個因緣 因爲你如果 凡事都用 都有這個因緣的概念起來的話 那那個什麼 我們學佛啊 你就很難 很不容易 出離 出離什麼 你出離一切的那個束縛 好 因爲你這個 這個概念沒有清楚 所以我們說這個因緣 你盡量 盡量不要去 盡量不要去 去那個什麼 盡量不要去依賴他 等一下 我這邊解釋完以後 我針對這個這個因緣 我們反證回來 反證回來說 你這個東西啊 這個啊 佛講說這個自性啊 這個自性啊 不是因緣 知道嗎 自性非因緣 為什麼 這個這個一定要把它反證回來 不然呢 那個什麼 因為這個 這是 這個這個到 學習到這個東西 你已經進入到最 最最最根本那邊啊 所以 你看外面 外面那個一些 那個什麼 說法的那個法師啊 很喜歡講這個緣起法 可是它是緣起法 它並沒有在這個地方啊 沒有沒有釐清 所以導致大家在 在在在學習的時候 你就沒辦法處理啊 你一直落在這個 因緣的這種束縛裡面 因緣這兩個 文字像的束縛裡面 所以好 這個緣起自性 大概就是 就是這個意思 這樣知道嗎 就是那個 什麼樣 略向流線的那一個 那一個線像 那個就是一種 緣起的自性 這樣知道嗎 好 那這個是 這邊啊 你看這一切 萬法的這個 自性像 我們 知道了 接下來就是說 好 那會產生這個的 最開始的就是 因為你那個A像的流線 那這兩 這兩塊 我們了解的 這兩塊了解以後 大概就清楚了嘛 那個就是 原成實性 就是你的那個什麼 你的那個 真如本性 這就是三個正性像 這樣就知道嗎 所以用這個圖頂來看啊 就是三塊而已啊 說三塊而已 第一塊就是這個萬法 當你6啟動之後啊 這個所產生出來的一個萬法 另外一個就是 回到根本的 回到根本這邊 這邊 它A像不斷的流線啊 那個就是緣起 好 那假設這兩塊 剝開之後啊 剝開之後 就是你的真如本性 那真如本性 真如本性 有什麼 有什麼生起的作用 真如本性 它就會生起萬法嘛 它就是怎麼樣 它就是 起的妙用啊 起的妙用啊 我們講說 雖然是生起萬法 可是它是生起妙用啊 所以它講說 這個三自性啊 三種自性的那個 那種像狀 啊 這個就是 這三個自性喔 就是說 一個是虛擁分別嘛 一個是緣起嘛 一個是 那個什麼 真如本性 這樣了解齁 所以這個是 我們上個禮拜 所學的那個三個自性像 我跟你講 那在這個三個自性像 我們了解到 這三個自性像之後啊 接下來啊 這三個自性像 自性的那個 像狀 我們了解之後啊 我們就 就講 前面有講到就是說 人無我 對不對 人無我 人無我就是說 你要達到人無我 就是要怎麼樣 要無人 無我 無作 無受 無受命 對不對 這個你如果做到這樣子 修到這樣子 那就是 人無我 正到人無我 之 那接下來就是 法無我啊 法無我就是 就是這些 你需要分別的 分別的這些 萬法 這萬法裡面的 所有的這些 像狀 所以我們講說 那個什麼 四象嘛 四象 那 在這部經裡面啊 四象它分成兩大類 一個龜在 內部的 自相 那一個龜在外部的 那就是共相 那就是說 好那個 自相就是我相 跟 人相嘛 那這個共相呢 就是 眾生相跟 受者相嘛 我們上次講到這個 就是說那個 那個眾生相啊 沒問題嘛 眾生相沒問題嘛 那這個受者相啊 我這邊還在 再提醒一下說 對這個受者相的那種 認知啦 這個受者相喔 我們 我們上次講 就是對這個 這個四象的 可以講說 對這四象的 定義 定義我們 我們定義知道的 你定義知道以後 你就要 要怎麼樣 要 學習怎麼去 去去去去去去去 去修正它 這樣嗎 好啊 那我們先 講到這個受者 那個 我人眾生那個 大家都知道 就不用在那個 重點在受者這邊啊 這個受者相喔 我們平常日常生活裡面啊 你就要 就要 不時的 把我周遭的 把我周遭所獻出來的 一些 一些法 就這個 一些明相也好 事相也好 法 你就要去 就去 解析它 就要去解析它 比如說我們講說 這部筆電 會 這台叫做筆電 對不對 那會造成 組成這個筆電的 元素是什麼東西啊 這個塑膠殼啊 玻璃啊 還有那個螢幕啊 光那個螢幕啊 光那個螢幕裡面就有 有很多那個什麼 那個塑膠片啊 對不對 還有一些那個什麼 電子元件啊 然後呢 塑膠元件啊 所以塑膠元件有大有小啊 對不對 還有那個電子元件的 比較IC啊 光一個IC喔 光一個IC 光一個IC 光一個IC就有千百萬的那個 那個零件 這些啊 這些啊 你看 構成這部電腦 它的 那個什麼 它的所組成的元件啊 那個元素有多少個 你就要學習 這個一個一個 你要去細分它 對不對 你從零件來講 從零件細分 然後 好你分析到 那個IC 你在深入對IC啊 IC它是怎麼去生成的 IC進入到最後就是 那個晶片啊 我們台積電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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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晶片啊 對不對 你要生成那個晶片啊 有有有很多那個 那個生生 增生的方法出來 對不對 所以每一個晶片裡面啊 它會主 又是生成多少個那個 那個這個 我們說 晶體啊 這個晶體喔 就是 導電的 導電的一個 那個結晶體 導電的一些 細分到很細的一個 一個結晶體 我們最早啊 最早那個 比如說那個空氣 最早 最早的那個電視啊 或是音響啊 有真空管啊 對不對 真空管都進化到電晶體嘛 對 真空管 一個真空管 就是至少這個兩倍大啊 一個真空管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看過 就是那個真空管 那接下來就是 電晶體啊 電晶體小小一顆啊 就跟那個什麼 那個筷子 那麼那麼大小一顆啊 甚至比那個還小顆啊 電晶體再過來就是 再 再往 再往進化 就變成IC了啦 那IC再過來 再細分 他就把它 晶片啊 所以 裡面有多少 無邊無量的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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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細微的結晶體 我們講說那個什麼 幾奈米幾奈米有沒有 好 比如說2奈米啊 3奈米啊 5奈米7奈米啊 那個是把 把一個 一個物件啊 一直分割分割 切割切割到 切割到 2奈米 10的 負奈米是 負12次方 還是負幾次方 負12次方是Mega啊 不 對 12次方吧 還是9次方 好像是9次方啊 負9次方啊 才是到奈米的階段耶 所以一直細分啊 所以這個這個概念 大家都要具備啦 具備這個概念 你一起 我們周遭 周遭任何一個東西喔 你都要去細分它 學習啦 去學習 你每場 你都這樣去細分 那個就是 那個就是 在修正這個東西啊 那個就是在修正這個 數值這樣 你認了一個 一個物件啊 就是認了一個法 你都去 你都試著去分析它 分析得越細 越順利 越順利 在你禪定的過程裡面啊 你慢慢就可以得正 得正到數值相 所以我們現在所了解的這個數值相喔 只是定義而已 我了解數值相就是這樣子 可是你怎麼去修它 怎麼去修正它 就是 就是像這樣修 修修修 修到 修到 剛開始的時候 不管你 你分析的 那個是沒有什麼 對跟錯 你只要去一直追下去 追到非常細非常細 知道說 啊 這個一個 一個法 它所組成的元素啊 它所組成的元素啊 就千千萬萬的多 對不對 千千萬萬多 哪一天啊 你一直在禪定嘛 啊 這個是在現象面裡面 你這個不是在禪定的時候修我 你怎麼禪定的時候修我 你馬上起笑 這不是禪定 你就是在我們日常生活裡面啊 我已經看到了 我都聽到了 你就要去修正 就要去修它 對吧 去分析它 你去分析它 那個就要修正 知道嗎 然後你在禪定啊 你的禪定正在生活 這個我又會分析啊 慢慢就會 就會圓正 怎麼圓正呢 圓正這個法 圓正這個受指向 今天不是講說 我們眾生啊 那個佛講嘛 佛說 在跟阿難開示的時候 開示這個眼根啊 我們眾生 眼睛所可以看到的就是 指齒之間嘛 看到你眼前的啊 對不對 那如果是一個聖文聖啊 一個羅漢啊 他可以看到幾百個世界喔 那菩薩呢 可以看到幾千個世界 菩薩可以看到幾千個世界 幾千個世界遠的地方 他都可以知道 為什麼有這個能力 就從這邊來的 會有這個能力 就是從這邊來的 從這邊 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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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